那當然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不知道用哪個資料 然後分析什麼東西 我要想到 我如果想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台北市的治安到底好不好 第一個問 第二個就是說 歷年最近幾年 尤其是柯P上任之後 當他卸任結束這段時間 治安到底是越來越好 還是越來越差 他到底有沒有做一些事情 當然很多東西我不知道 可是我們實際上是可以 從網路上撈到一些開放資料 這個資料的話 是來自於他們的警察局 好像什麼 這個開放資料 所以理論上 他放在上面的是要負責任的 他不可能說隨便放 所以我要怎麼找到資料 後來我發現 你只要在Google裡面查一下 關鍵字叫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裡面的話 這個開放資料 第一個就是政府的開放平台 那你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他就可以讓你去找相關的資料 那你會發現包羅萬象一大堆 包含什麼 生育保健 出身 甚至是什麼 底下還有什麼 休閒 還有像交通 交通最近不知道 很多那個什麼 行人地域 不知道裡面 應該是有 因為我有請同學做一些 其中期末報告 他們其實就有做一些相關的統計分析 這裡面其實真的可以拿資料 其中的話 如果我想要找跟治安有關的 所以我這邊關鍵字 打住宅竊道 所以這邊打住宅竊道 那你會發現住宅竊道 所得到的結果 這個搜尋有點怪 應該是第三個才是放第一個 他就會把第一個放汽車竊道 可能有相關吧 OK 都是台北市的 所以如果你找住宅竊道的話 第三個就是 我們的台北市的住宅竊道 點位資訊 那你把它點開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提供了總共資料 總共有五個欄位 所以這邊有說明 五個欄位 然後底下的話 有資料來源的網址 那當然你有幾種做法 第一個是你點這個 他會直接下載 有沒有發現 直接就下載下來了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檢視 然後這邊有個網址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種做法 就是你點了下去有沒有 然後直接把它打開 OK 才會看到資料了 那我們可以直接來做 這個後續練習 不過如果你直接這樣點開來的話 那感覺好像跟爬蟲無關 這個好像不是爬蟲 這個變成人工下載打開 所以待會也許我們要做第一件事情 假如說我不要下載之後打開 我要直接怎麼樣 透過他提供的這個網址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下載下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要下載之後打開的話 那我要直接把它開啟的話 也許我們就直接 先開一個那個空白的好了 假設我今天新增一個空白的活躍布 然後我希望透過這個新的活躍布 然後我可以把剛剛的這個網址 給下載下來的話 那我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那當然有幾種做法 就是說你也可以透過什麼 他這邊有個資料 裡面有一個什麼 從文字檔 從文字檔的話 你直接把這個網址貼上 然後把它開啟 他也可以直接幫你連到 那個地方 去幫你把資料給抓下來 或者是說 其他我看一下這邊資料裡面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他還有透過什麼 這邊還有透過SQL Server 還有XML等等的 所以這個文字檔把它貼上好了 我們試試看好了 把它開啟 你會發現他就會連線到那個 剛剛的那個位置 然後並且幫你取得資料 那你會發現有沒有 直接我看到這個資料 有沒有看到 所以如果今天你貼一個網址 當然你也可以貼一個路徑 比如說你的本機電腦裡面哪個地方 當然下一步應該是有什麼 這邊可能要打勾 我的資料有沒有標題 上面這個是標題 然後他的編碼方式 他實在蠻貼心的 因為有的時候 如果他沒辦法抓到正確的編碼 比如說他這個應該是 所謂的big5 一般是UT8 如果你沒有選正確的話 可能會發生錯誤 下一步 那有沒有風格符號 有 這個可能要打勾 然後下一步 那這邊的話有沒有 這個資料不要 這些都是要的 所以你就把它全部匯進好了 所以按完成 然後他會問你說這個資料要放哪裡 那我就直接把它揮到這裡 按確定 OK 資料就下來了 所以你們先試試看 但是你想說 老師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將來 我如果每天都要下載這個資料 或者每一個小時都要下載 我只要知道這個路徑 那我希望呢 不要每一次我都還要做相關的設定 才能夠把資料抓下來的話 那其實你們可以透過一個方法 就是所謂的錄製去期 所以剛剛的動作 假如你不想要重做的話 你是可以把它變成程式的 那只是說呢 你要怎麼樣把它變成程式 特別注意喔 開發人員的錄製去期就可以放上 不過特別注意啦 我不確定你們的電腦 因為是不是會都還原 所以如果假設你開發人員沒打開的話 那你可能要記得就是從哪裡 上面這個箭頭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 要把這個開發人員一定要打開喔 如果沒有打勾的話喔 你上面是不會看到開發人員的 因為這個預設是不會打開的喔 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試一下啦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假設不會寫程式啦 當然有 我覺得至少有兩個方法啦 比較簡單 第一個就是錄製聚集 所以特別說錄製聚集 這個一定要自己找到功能 啊錄怎麼錄 反正你就把剛剛做的動作 也許先彩排一下 然後等一下呢 就把你剛剛彩排那個動作 做一遍 他就幫你把它錄下來 變成一個VBA的程式囉 那第二個方法喔 就是你可以用ChargeVT啦 ChargeVT其實比你想像中聰明 你想要給他網址 請幫我下載 給他一個網址的資料 並且的VBA程式啦 他會幫你自動幫你把那個VBA程式寫出來 然後我們先從第一個方法試試看 第二個方法也許你們可以試做看看 其實都可以產生程式喔 好那第一個喔 我們剛剛做的動作已經做過一遍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實際上做下載 那錄製的話第一個啦 反正你就開發人員 然後錄製聚集 那你錄製的話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因為這個已經有資料嘛 把它先開一個 然後待會就幫我把它下載到這邊喔 那所以呢我就先第一個動作 按錄製聚集 那這個錄製聚集的話 第一個他會請你給他一個名稱啦 這個名稱的話也許叫什麼 叫住宅切到下宅好了 好這樣OK 好那接下來的話特別注意喔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喔 你的所有動作喔 都會被記錄下來 然後變成VBA的程式 所以如果你假設做錯了有沒有 他也會產生錯誤的程式 那那個叫NG 如果你NG的話我建議你應該重錄 NG就是有點像錄影嘛 錄錯了重來嘛 OK沒關係 所以最好是如果你沒有把握喔 你盡量先把你那個動作做熟了 那最好那個步驟喔 可能就是自己先把它寫下來 Step1 Step2 Step3 這樣比較不會錯 我因為我應該蠻有把握的 好按確立 好 1的話呢就是先資料 文字檔有沒有 從文字檔 OK 第二個的話呢 就把那個剛剛那個網址找到 網址的話應該在這邊啦 有沒有 剛剛我講到有沒有 這邊 檢視資料這邊 它有一個叫資料下載網址 那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就直接貼到哪裡 貼到檔案名稱 那等於就是說啦 它就是指到那個server那邊的某個檔案 就是這個錄器 然後按開啟之後的話它就抓到了 OK 然後抓到之後的話 就把剛剛的動作再做一遍 記得這個要打勾喔 我有標題 表示上面是標題 藍位名稱 然後其他不改 那這個是分格符號沒錯 下一步 那再來的話呢 就把豆點打勾 把TAB打勾取消 因為我是分格符號是豆點 因為CSV的話是豆點 可以下一步 那再來的話這些都不動 反正這些都要啦 那所以總共五個欄位 當然如果你有其中某個欄位不要 比如說我發生時段不要 你就不匯入此欄 那這一欄就不會被匯入到Excel 等於是五欄那邊是欄了 OK 那我全部匯入好了 所以我這邊也一般 所以五個欄位都一般 然後完成 那最後放哪裡呢 放A1按確定 好 那你可以看到資料就下來了 下來之後的話呢 那就OK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記得最後一個step 就是怎麼樣 把它按停止錄製 OK 好 那你說結果放哪裡呢 其實就放聚集的清單裡面 就會有一個叫住宅切到下宅 那你按編輯 它就會幫你把程式給呼叫出來了 那實際上你會發現 錄製聚集還蠻厲害的 因為它到底幫你做了什麼 一 直接幫你新增一個模組 二 直接幫你產生一個sub sub名稱就是住宅切 assist 跟各位講 聚集就是VPA的sub OK 所以其實你說聚集 聚集就是VPA OK 所以其實只是換個名稱而已 那差別只是說聚集是 也是有幫你產生的而已 那底下就是它幫你寫的 有沒有就這些 那它到底做了什麼事 其實就這個 它用哪個物件 用這個叫Creditable實物件 然後呢它增加一個連線有沒有 連到哪裡 連到剛剛這個網址嘛 所以這個是我們貼上網址嘛 然後最後disnation有沒有 放哪裡 放A1嘛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我要把它改成 直接可以下載到這邊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我是建議你可以在這上面 這個叫註解 這個註解可以拿掉 那你可以在這邊第一行先寫 第一行這個可能要 就是把資料先清空 所以整個工作表的資料 就叫Sales 整個工作表裡面所有的儲存格 然後裡面的話 你就是點Clear好了 Clear的話就是 把那個舊資料先幫我清空 好 那底下再幫我下載 我們試試看好了 那如果你沒有把握 我是建議你可以 按那個 那個主行來慢慢跑 主行的話就一行一行跑 所以我習慣是按F8 然後先把舊資料清空 有沒有 清空對不對 然後再連到那個Server上面去 那底下的話 其實就是 這些一堆參數啦 不過跟各位講 這些參數不是全部都需要 可是它通通會給你 那其實你是可以把它刪掉不要的 留下要的就好了 尤其是第一行就錯了 所以這一行會卡住 CMainType 有沒有這個錯 那怎麼辦 記得把這一行把它直接刪掉 因為這一行其實是多的啦 CMainType等於0 好 跳過 好 那底下都讓它全部跑了 反正是暫時 就讓它用預設的好了 那最關鍵就是這個refresh refresh就是資料把它抓下來 然後後面有個參數叫Background Query Background Query就是說 要不要在背後幫你去做這個查詢動作呢 然後呢 參數等於false 不要 所以它等於是在前景 所以它可能會 在前面可以讓你看到 把它下載 refresh OK 那你可以看到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有沒有 這邊就會多資料出來了 OK 然後就跑完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那個資料更新的話 你再直接跑 它也會清掉 重新再抓了 有沒有 所以等於是 其實你 其實基本上沒有寫 沒有做太多事情 只是需要做什麼 做錄製劇的動作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我錄製完之後 記得這個畫面怎麼出來的 記得是從這邊 有沒有 按下編輯 沒有 其他地方其實你另外有個方法 Visual Basics個跳也可以一樣 所以其實你按編輯 跟按下 Visual Basics是一樣的 OK 然後我只是增加一行程式 就是把旧資料給刪掉 叫Sales.clear 底下都沿用 不過底下其實很多程式 這一行請你把它刪掉 這一行等於是會造成有BUG 所以你就把它delete掉就OK了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